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除了上百亿的家世背景受到各界瞩目之外 孙芸芸的美貌也是男人喜爱 女人嫉妒 更是美光丹捕捉的焦点 除此之外 孙芸芸本身任职维风广场的艺术总监 并且投资二种名牌网站 在事业经营上也展现旺盛的企图心 今天康熙来的请到了孙芸芸 康熙看心地要让这位天之娇女 和大家完全没有距离 那现在今天除了康熙跟系列之外 来了一个很漂亮的女生 我们欢迎孙芸芸 欢迎 孙芸芸 你通常被人家称呼的最 最常用到的 最凶的名字 被用到很凶的名字 就是董事长夫人这种对不对 没有啊 是常董夫人 常董夫人 董事长是我公公啊 会不会讨人家叫你老板娘 好像孙芸芸比较好吧 感觉比较年轻 你有叫你老板娘吗 没有啊 没有吗 那会不会走在路上 很多路人会说 他就是那个有钱人 有钱人孙芸芸 没听过耶 没有人用有钱人来称呼你吗 没听过啊 依依你有在路上 偷讲过那是一个有钱人吗 就会说你看那个女的 看起来就很有钱的样子 就一生贵气 对啊 也会讲这种话 可是这种话当中听起来 还有一点 我没有要酸她的意思 只是觉得说她就是散发一股 那种贵气的样子 你自己有没有散发贵气过 因为我本身明星光环太重了 所以就在路上大飞说 那是当初的偶像实施笔 但你比较不会用有不有钱 来评论我 我从来没有听过人 在乱讲当初 好啦 我自己乱讲的啦 都是知名主持人 那你跟孙芸芸在马上擦肩而过 如果不认识她就孙芸芸 你会主要是瞄她哪里 我会被她白湿的皮肤给吸引到 好 第一关就这么白 所以说白成这样 八成是有钱人 因为有钱人超爱美白的 我没看过黑的有钱人 惠妮休斯顿 这种不算啦 那本身是种族问题 那其他呢 五官你会嫉妒她哪里 我觉得她鼻子很挺 然后另外脸型也很漂亮 也很漂亮 对 那身材呢 身材我还没有仔细研究过 我们两个可以站起来 稍微比一下 没关系 真的吗 我可以啊 那你邀请她 您方便吗 可以啊 你还蛮瘦的嘛 来... 我怎么开始听起来 你还有一点底意了 是 是 还好你比较瘦 你比较瘦 你比较瘦 不然我们一起走个台步 没关系啦 反正闲子也闲子 好一杯 走 好吧 我只能说在走路方面 还好那有在加强哦 我觉得她看得比较像 她看得比较像 她看得比较像 比较像有气急的样子 对啦 你太妖艳了啦 我太妖艳 我觉得好像在酒店 有闯出一片天的女孩 有片天 她现在除了很瘦之外 其实 那个 其他部分也比你厉害 会吗 你自己把身子测过来 我觉得好像还好耶 你说测过来哪一部分 就是胸部啊 我胸部很大耶 可是我明显就觉得她比较出色啊 没有啊 白色的关系 真的是因为她穿白色 会导致那边比较扣 就是 脏开 不然其实应该是差不多的吧 应该吧 你觉得我刚好上节目 跟人家比较像是不大 你如果是百货公司的老板 你会在那里面做些什么事情 可能会趁关门的时候 然后已经有进了最新的服饰 然后去偷穿一下 然后穿完再默默地放回去 为什么不明目张难 你是老板的呀 就是要享受那种偷偷摸摸的感觉啊 如果你就跟一般的凡人一起逛街 那就没有老板娘的气势了 你就可以去穿最新感情套的内衣 然后在百货公司的走道里面走来走去啊 然后刚好被警卫撞见 两个人也就发生一段急连 你有没有干过这种事 你有没有晚上在门门网航关门以后 自己在里面乱玩 没有 不过我跟我老公有就是 关店的时候去超市拿 就是去 大食大喝完 不是 就是去拿一些吃的 然后再付钱 不付钱 之后再付就好了 可是先拿 好爽 等于说那个整个是关闭的 然后里面只有你们两个 对啊 我觉得那感觉蛮好的 有遇鬼吗 我想 我想没有 还好没有 其实你们也玩过这个游戏 没有 其实只是因为很感 因为之前忘记买吃的 然后就顺便那个 请他们不要关 然后去拿一拿 有没有在超市拿着香槟 然后到家具部门去躺在床上 然后就睡着在床上 没有 我想应该不好吧 我们今天请了孙玉云的几个朋友 来陪我们聊天 那我们大概会问几个问题 包括说她什么事情 会发脾气 发脾气会骂什么脏话 这一类的 好 第一位朋友是刘淑淇 欢迎 刘淑淇 你跟淑淇多早就认识了 11岁的时候就认识了 11岁啊 刘淑淇跟你11岁就认得了 是小学同学 我们在就是念 美国学校的时候的同学 然后一直都很要好吗 然后一直到我后来出国 然后她在台湾 然后就比较少联络 后来我们就去美国 念大学的时候又碰到了 哪个漂亮女生在班上会要好啊 我们不同班 可是我们以前都长得很丑 不是那么好看的 你长自己就算 你把刘淑淇推在水上 不是 因为我很喜欢 我们小时候真的长得 就是有点肉肉的啊 那种女生啊 那我眼睛又不是太大啊 我要看她14岁的照片 真的 现在比较漂亮耶 对啊 可是谁没有想当年啊 那时候也很漂亮啊 可是就是跟现在比 是有一点点差 可是也不知道说 就是那时候肉肉的 然后眼睛比较... 你这样是14岁吗 是啊 真的吗 以前喜欢半老 你那时候才14岁 你14岁半老是不是 对啊 小时候都喜欢半老 那旁边那个男生是 我老公 所以14岁的时候 就跟他两个人已经谈恋爱了 对 这样应该可以逮捕你们吧 等一下 那他不就是又拐魏成年少女吗 有点了吧 可是是我追她的 所以没差吧 当然有差了 不行 没有人知道啊 妳魏成年做出这种... 不是啦 我说没有 又没有... 没有冒犯任何人 對啊 也没有被人知道 有旧家里的朋友知道啊 妳爸爸同意喔 旧交朋友啊 可是他们不会觉得14岁 好像有男朋友会太早了吗 男性朋友啊 所以都有家里人跟得出去啊 有没有趁家人去上证的时候 就偷偷跟他亲嘴 我想不用趁家人 有啊 有亲嘴啊 所以那个时候已经亲嘴了 是那时候已经亲手 打蛇战了 那个时候啊 好像是吧 蛤 你好吵熟 弟弟 怎么了 我要把打蛇战三个字 刻一个铜牌过来做 一碗位就直接把铜牌切起来 就是你... 你也没有那个... 打蛇战 你每次都忍不住 你觉得这是一个关键是不是 我觉得是啊 因为如果对我来说 打蛇战就代表 你跟这个人感情 已经非常亲密才打蛇战 他看起来照片里就是这样啊 就已经付要嫁的样子吧 可是因为他现在真的 跟这个男生结婚 然后当时你才14岁 就一切也太稳定 还有就... 你也太早就跟他在一起了吧 难道不会觉得看他很腻吗 不会啊 我也不知道 我好像还蛮痴情的吧 那他当时是做了什么事 让你这样爱上他 一开始是个性吧 然后就觉得他也很照顾我啊 因为那时候我年纪很小 对啊... 然后还蛮有安全感 所以你们13、14岁的时候 就一直在讲说 我们要结婚 我们要结婚吗 再大一点点的时候吧 可是我不知道 像可能还因为 他是我真正第一个男朋友 所以我就觉得好像 跟他交往 然后我就觉得 我要嫁给他这样子 你初恋男友就跟他结婚 你中间总有出去 试过别的男生吧 没有啊 我很执着耶 所以你也没有看上 其他男生过 就是我跟他交往之后 比如说像我回去美国念书 我都没有在... 就是有人追 然后我都会跟他讲说 抱歉 我有男朋友这样子 就你心对其他男生已经封闭了 对 你刚不是很浪费 抱歉天物吗 你... 没有 你听我讲一句话 你现在冷静的想一想喔 你现在跟着我的思绪走 你听 你现在跟他两个人很相爱 你也有小孩了 然后就小孩渐渐长大 两个人年纪也就大了 然后就大眼瞪小眼 瞪到差不多七八十岁 然后眼前就是这个男人都没有变 然后你们能享受的那种蛇吻啊 亲密啊 都是跟他没有别的 然后小孩也纷纷去国外念书 所以是他你们两个人 一辈子就是看他了 起床也看他 睡觉也看他 睡觉也看他 看车也看他 永远都是看到他 没有别的男人会在对你心动 或是对别人男人心动 你自己说可不可怕 可是其实我觉得 如果我心动的话 早就心动 就是都没有啊 詩詩蒂 你刚才常用画师 想要小玻璃家 不是 因为我想要了解 他怎么会愿意那么早定下来 然后就是跟这个男生 其实我觉得我个性还满执着的耶 我也觉得太早了一点 很执着 而且就是第一个男朋友 你不觉得很令人震惊 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 就是很单纯 所以你恋爱时打开来 就一个廖正汗 就这样子啊 就是真正交往男朋友 就是他 对啊 结婚久了 你会不会担心老公七年之痒 只要去外面乱搞 还好 因为我刚才在一起 已经十几年了 就是十 我刚才在一起七年结婚 然后现在今年要第五年了吧 好 我来问一下 我们今天的几位朋友 有刘舒淇 有杨秀荣 还有方淑芬 杨秀荣 你跟她认识几年 六年 六年 对 可是小时候就看过 方淑芬呢 差不多 差不多六年 因为廖正汗结婚的时候 难道没有很多人会说说 你嫁给帅的男生 然后你就要开始担心 可是我觉得我也不差啊 对啊 我觉得要说帅跟美的话 他是占上风的 可是他个性就不像 会在外面玩的个性啊 所以虽然美 他就自己不好好利用 这个美色啊 也不出去溜达溜达 只在百货公司里面游走 好 看一下结婚照 当主顾孙芸芸 遇上当铺学习地 不会煮饭去学煮饭 不会带小孩去学习 你还学煮饭啊 对 就是很多东西我学 你为什么要自己煮 因为老公爱吃啊 可是可以清除四桌啊 可是就不一样啊 自己煮感觉不一样 我跟妳講 随便在那边炒个菜 老公看到她那个背 妳就会觉得 好幸福 妳要叫她脱掉上衣 穿了围巾 你炒菜吗 我跟妳 去买那种小短裤 运动短裤 在那边穿运动胸罩 然后再穿围巾 然后在那边炒菜 然后忍不防地 被那个油喷到 这样啊 然后老公飞出来 玉玉你还好吧 然后妳就说 还好还好 为了你围巾都OK 然后两个人对望 然后就打舌战打舌战 康熙来了 天下在看结婚的时候 难道没有很多人会说说 你嫁给帅的男生 然后你就要开始担心 可是我觉得我也不差啊 对啊 我觉得要说帅跟美的话 她是占上风的 可是她个性 就不像会在外面玩的个性啊 所以虽然美 她就自己不好好利用 这个美色啊 也不出去溜达溜达 只在百货公司里面游走 好 来看一下结婚照 曾云真的好像明星喔 她像哪一个明星呢 对啊 你说这多美啊 老公就是很老实的感觉 有吗 最好和脸 看起来好胖的感觉 妳的结婚典礼在哪里 圆山 圆山 几桌 有几桌啊 有几桌啊 200多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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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刘淑琪坐在多远 聚舞台多远的地方 蛮幸运的 因为我是伴娘 可是还是坐在快到外面 根本看不到什么地方这样子 我们还有楼下嘛 对不起 琪琪 我们那时候 其实我因为太过难太多人了 然后那时候我也搞不清楚 还有楼 就是你的婚礼在圆山坊间 是从楼上蔓延到楼下去 楼下的人在干嘛 也是吃饭吗 用大萤幕转播婚礼现场 对 其实我那个时候 我整个婚礼的筹备工作 都是家人在的 妳有几个伴娘 六个 她是其中一个 哪吹琪在六个里面排第几 因为最矮是我第一个 你最矮吗 我最第一个 你出来一下好不好 我就会看你们俩站一起 你们会觉得有那种 章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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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是假肉不是真肉 对 还皱皱的 果然是内衣 所以伴娘的时候会抢礼服穿吗 不会啊 不会 因为每个人的尺寸都订好了 然后是从国外订的 所以都已经确定 这个是给这个人穿 这个是给这个人 然后就给她 可是嫁做人家老婆 要做很多家事 我学了很多很多东西 妳本来是会做家事的人吗 不会 不会 就是洗衣煮饭清洁那些不会的 那怎么办呢 就学啊 妳知道她会自己带小孩耶 我都自己带啊 就是当然有人帮忙可是都 有请保姆吗 有 可是都是几乎都自己看啊 然后自己弄知道什么 我没有娃娃模型 我不敢生婴儿 为什么还有贴这个很好玩 这应该从医院出来 最出生时的时候的标记是不是 对啊 要坏尿片 好 你先告诉我说 你觉得婴儿很难弄是不是 对啊 那么软 随便一弄就死掉了 她不害怕 我不敢 我就觉得她们好软 好容易受伤喔 妳不会抱 我会抱啊 可是就会 妳抱我看看 哺乳 为什么抱起来就一定要抖 我也不知道 其实不用我一直打 来专业的到中间来一下 然后放下去要把它投你知道 这样放好 头要一直护着她头 因为婴儿头很爽 没有跟小朋友玩玩玩 然后把她抛上去撞到天花板 小柄她女儿 真的喔 可是不是 我是黑人啊 他就一时太爽 就去高高 然后就 下降 然后那婴儿就 你知道婴儿哭都是前面没声音 然后后面开始嘶吼 然后就说 好恐怖 她刚抱是对的吧 对啊 就是先护头先把它弄起来 然后再抱起来 然后这样抱 这样抱 你不会抖吗 你不觉得一抱到她们就很想抖 其实她们说不要抖 因为就是 比如说你喂喝奶奶好了 喝完奶奶之后 因为你要先让她打嗝 那有时候你一直抖 一直抖一直抖 她会想抖奶奶 会不舒服 她会晕吧我想 你就这样轻轻的这样就好了 再咬就好了 就轻轻的这样 如果没事乱哭呢 就是也喂过 也换过尿布了 然后身体也很健康 一直乱哭 那她可能是想要你抱吧 所以你就会半夜 不管多累都一起来 把她抱起来 还是说会 叫保姆抱好了吗 就是 不一定看情况 看她 因为我的小朋友都是大概 她那时候baby的时候 都是大概两三点才睡 所以都是我们大人也很晚睡 都是到那时候 把她红睡才睡 她不会... 我们不会放在她那边 她没有睡觉 我们睡觉不会 都等她睡了才睡 因为我觉得婴儿乱哭这点 蛮令我害怕 我想说要是我生的话 就把她放在她的婴儿房 然后旁边都用隔音纸 她哭了我也听不见 我表现可能 因为那种密地香 就直接把盖子盖上 不会有声音传说 睡着忙盖起来 老师假装没事 你如果自己生 大概会不一样吧 对 我如果当妈妈 当然不会更可怕 因为她很漂亮 你就觉得她不像一个妈妈的样子 可是其实就是一个 两个小孩的妈妈 你好像才跟我一样大对不对 对 67年次的 对 你只有两个小孩了 我比较奇怪吧 那些比我... 他们每个都比我大 一岁以上嘛 然后他们都还没有结婚 然后会比较奇特一点吧 有男朋友吗 对 那个快结婚了 这个也... 你刚分手 刚分手 她被你逼就回答 这个不好意思啊 为什么她被人类 讲这个事情呢 你真的... 我没料到会这么惨 你不要害人家哭出来 那她那个... 她会打电话跟你们哭诉 说她婚姻上面一些小问题之类吗 她蛮勇敢的 她没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 真的啊 她是一个很勇敢 而且我觉得很多事情 因为... 其实像... 欢迎你婆婆很厉害怎么办 她不会啊 她就对我... 因为我还算... 可能蛮顺的吧 各方面就是 可能因为我的个性也就是... 就是碰到事情我就赶快去学啊 像结婚 然后... 不会煮饭去学煮饭 不会带小孩去... 你还学煮饭啊 对就是很多东西我去学 你为什么要自己煮 因为老公爱吃啊 可是... 可以请出施主啊 可是... 就不一样啊 我跟妳講 她随便在那边炒个菜 老公看到她那个背影 就会觉得 好幸福喔 妳要叫她脱掉上衣 穿圍琴 你炒菜嗎 可以啊 我跟你去买那种小短裤 運動短裤 然后上面穿運動胸罩 然后再穿圍琴 然后在那边炒菜 然后冷不防地被那个油喷到 就... 然后老公就会出来 芸芸 你还好吧 然后肯定就说 还好... 为了你我一切都OK 然后两个人对望 然后就... 然后她说可是火还在那边烧耶 所以老公就会说 别管火了吧 我们进房子 我把我进房子 就是给你看看 这样的话就还蛮浪漫的啦 所以老公好累啊 做这么多事情 各位我们... 我们这边是有一些管道 然后你可以买到像性感的管家装啊 女仆装啊 这些有花瓶的什么 都可以增加生活乐趣 如果... 跟你们结婚几年啊 结婚今年第五年 第五年啊 还可以啊 还可以玩一些热情的事啊 可以便便花招啦 你会需要那些东西吗 其实我平常主办就是穿小短裤啊 就是那样子啊 就是真的是我的剧本吗 可是... 不是下面... 就是家里嘛 因为家里都穿很舒服的衣服啊 对啊 你会戴玉帽吗 因为怕有油烟味 会啊 你做坏掉了啦 这本来... 腿喔 屁股啊 这样 然後有玉帽 不是 通常如果可能 比如说我们家里请客 那通常因为用人不会煮 我会煮的东西 所以大菜都是我自己做 所以就是如果... 大菜 如果比如说家里请十几个人来好了 然后要等一下 漂漂亮亮的时候 我就会戴玉帽 你等一下要见客人吗 就会怕头发有时候会弄臭啊 什么这样子 那你上身真的是穿运动胸罩吗 在煮菜的时候 就是背心啊 就是那种细肩带背心 背心啊 那老公有曾经从背后说 芸芸 妳好可爱 我想... 平常也很可爱 怎么又往外宣诺说话呀 我想平常也很可爱 我觉得我平常也蛮可爱的啊 对啦 可是那是不同种的可爱啊 就是有一种女人 她是觉得我... 她觉得我煮饭就是很漂亮 她多厉害 她就是进得了厨房 上得了厅堂 真的 然后又有两个小孩 你干什么这么早当妈妈 我也不知道 是你们有计划好还是说不小心的 就有啦 那你怎么不怕生完小孩就变胖子 不怕啊 因为我就...我蛮有毅力的 然后那时候我就问医生说可能 吃什么东西比较不会胖啊 然后小孩子吸收 妈妈不会虚胖 你赶快跟所有孕妇讲一下 如何生完小孩还是瘦子好不好 就是怀孕的过程不能乱吃狂吃 你要吃对东西可能蛋白质高的 比较...就像肉类 牛肉啦 什么这种 比较好 我吃很多的肉 鸡肉跟水果 然后我很少吃淀粉类的东西 就白饭啦 面那些 对... 因为那个妈妈会虚胖 小孩子不会吸收 会最后变得妈妈超胖 然后婴儿很瘦是不是 对...有些妈妈就是肚子很小 然后... 妈妈很...很胖一个这样子 就是因为小孩子没有吸收到养分 然后妈妈一直吃一些零嘴啦 饼干啦 什么什么的 吃一些美营养的东西 对... 那你怀孕的时候都穿什么牌子的衣服 我... 其实我的肚子一直很小耶 因为我很会长肚子 因为我身体都还是跟现在一样瘦瘦的 就是大一个肚子大概这样子吧 所以我两个baby都... 我都胖很少 然后可是他们都超过三千 三千三这样子 所以他是很有效率的 把那空间全部都装满 你也太幸运了吧 有这种事啊 开始不高兴 不是啊 那你等于孩子排出来之后 排出来 不是大便 对 孩子出事之后 你的身体就立刻就恢复了 我在买...就是做月子的期间 我就在家里休息嘛 然后那段时间 因为我肚子没有很大 所以它没有很多什么皮啊 什么都没有 所以就是一个月就消了 那任成文呢 那个应该... 没有任成文 不是 那时候我就... 我就那时候打听说 擦什么油... 后来我自己去发现说 原来擦维他命E 濃缩的油加上... 因为它很黏嘛 很稠 你加baby oil一起霍霍 那每天按摩... 每天按摩... 你从第一秒开始就拿那个 有一支擦维防的部位 就开始按摩啦 然后要做运动吗 我没有 那怎么会不胖 因为我很喜欢走路 就是到处逛啊 到处走啊 每天 我到生的前一天 我还是在逛 就是过到处乱走到处走 所以你就在室内走对不对 就不晒太阳 比较室内比较多 你是很怕晒黑的那种人吗 晒黑... 其实我现在已经比我念书的时候 黑 我以前在美国的时候 完全是一手开车一手遮那个的 就是物理性防晒那种人 对 就是觉得... 一边开车 一边拿什么遮 随便拿folder 我那上学的时候 一个薄薄的folder就这样开啊 单手开车 那如果要回转呢 只好晒一下再来 把东西摆下 然后回转 再拿去 孙云云品酒大测验 变成拼酒拳大对决 剪刀 石头 布 十 十 十五 十 十 五 一 我就... 海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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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亢希来了 其实我现在已经比我念书的时候 黑 我以前在美国的时候 完全是一手开车一手遮那个的 就是物理性防晒那种人 对 就是觉得... 一遮一邊拿什麼遮 隨便拿包裝 我真的上學的時候 一個薄薄的包裝就這樣開啊 單手開車 那如果要回轉呢 只好曬一下 把東西擺下 然後回轉 或者是放在腿上 就是我很怕 我怕塞開 所以我在學校走路的時候 我都這樣這樣這樣 就是開出 因為我覺得好像 妳從學會覺得妳很奇怪吧 不會啊 所以那時候皮膚真的比現在好 就是更好 很白很漂亮 然後回來台灣之後啊 可能 也就沒有那麼的 就是去防曬 然後也 因為忙小朋友也就不管了 然後就比較 才反而黑一點 妳敢在 就是忠孝東路上 一邊走一邊吃豬血糕嗎 喜歡啊 妳敢這樣子 敢啊 我相信比較難了吧 這樣怎麼吃啊 一邊走一邊啃豬腳 妳也敢嗎 豬腳 就是那種妳知道 爐好了 然後這樣叫妳啃豬腳 然後一邊逛街啊 然後啃豬腳 不行 因為我每次吃完東西都要擦嘴 一直擦 所以我可能會很亂 可是妳餓的時候會想吃豬腳嗎 我超愛吃豬腳的 所以這樣就不好嗎 飲食習慣不好對不對 其實還好耶 像我喜歡吃豬血糕啊 一吃差不多啊 對啊 豬血糕好好吃喔 好了 妳幹嘛了解 不是 妳剛剛不是說孕婦不可以亂吃東西嗎 妳是受懷孕的時候 我是說現在啊 現在妳可以亂吃 我都亂吃啊 那妳怎麼會這麼瘦 不是 我生完小孩之後 然後好像體質有點改變 那妳現在就沒有在做什麼 減肥計畫什麼的 沒有 也沒有控制飲食 就是很隨性的在活著 是吧 她食量上還好 楊秀柔妳說她朋友不會嫉妒她嗎 不會 真的啊 妳一定會想說 妳最想擁有孕婢的一個事情是什麼 所以她的 我只想要變高 其他我就覺得我很好 妳有很矮嗎 我蠻小的個子 妳有158嗎 沒有 妳不要欺負人家 妳要把她抓出來嗎 我還正想嘲笑她 可以啊 對 可以啊 她很可以 沒有158 好 我們請楊秀柔出來 為了滿足妳 我只想變高而已 其他都可以啊 好難得喔 嬌小一點喔 對 好難得會有人比我愛 有禮貌一點 她也跟你一樣差不多 妳穿太高跟鞋 我鞋子也很高 我鞋子也滿高 我們都來自那個哈比界啦 我是哈比界中的模特兒 那她是當我的助理好了 妳跟孫芸是合作嗎 對 因為小時候 我們都是讀美國學校的 我認識她姐姐 後來長大以後 我們就變成朋友 她朋友以後 我們就開始要合作做生意這樣子 美國學校的確有 很年輕的時候 就開始談戀愛的傳統 對不對 對 大部分都是這樣 所以大概十二三歲 大家就開始交往 比較早熟 所謂的交往就是真的會牽手 然後兩個人是來著 蛇吻 對 蛇吻 好棒 終於我來進去 妳把這句話講 妳覺得蛇吻這個話應該OK吧 對呀 可是我的印象中 就是牽手跟蛇吻而已啊 很多同學都在路上 妳在這裡也開始講蛇吻了吧 就French kiss啊 對啊 蛇吻還好喔 妳跟她合作什麼事情嗎 珠寶 我們身上帶的珠寶 這個也是嗎 對 對 今天我全部帶的都是 真的很好 這個非常漂亮 這個是可以打開放照片的 是T字 T字 T字 Tiara 我們的名品牌 那可以幫顧客訂做 比如說我的英文名是D的話 對 可以寫D嗎 她這個像貝殼的也很好 這個就是 誰設計的 她是設計師 然後我是管理人員 這邊有一個T 然後我可以做成你的D這樣子 所以妳是珠寶設計師啊 這是我的興趣 我不是學這個的 她身上這些是妳設計的 對 妳身上的也是妳設計的 對啊 這個也是啊 這些美輪美貫的珠寶 就是出於孫芸芸的巧手 極具復古的風格 加上現代感的設計 別具心裁讓人愛不釋手 更讓人訝異的是 孫芸芸並不是珠寶設計出身 除了珠寶設計 完全是出自她的興趣喔 這你們倆開了一個店 對 裡面都是妳設計的珠寶 全部都是 然後在微風廣場裡頭 微風 對 等於說妳現在每天都要忙著 設計新的東西囉 對 對 OK 真厲害 那我就先預訂一個這個 可是我要寫D 好啊 她還有不同的 還有全鑽的 還有不同石頭的 妳都不問價錢嗎 多少 萬一 9萬多 我忘記了 我要看回去查查看 她可以搭記者 她是管理者 所以她可以搭記者 所以她可以搭記者 最多VIP舊者 她很傻 她受不了 她是明星 她需要多一點 不然9...8...5... 好 我們私下再拍 你幫我殺教 我最不會殺教 我會 好 拜託妳了 所以妳現在就拿下來 給許希弟掛上 好啊 許弟不用殺教 她直接又掛妳不會殺 妳就走掉 不是...不是...不是... 我想要的是要不要踢 那這個給我 妳走掉 謝謝妳來現在我們節目 怎麼這樣子 拿到就走 腳要炸了啦 的確不太一樣 就是配她的衣服比較對一點 對啊 因為整個服裝 好 還給人家吧 好 謝謝妳 很多人對於孫玉瑛小姐的家事 很好奇 但是家事可以呈現在哪一方面 就是比方說 許希弟幾歲有第一個小奶兒包包 小奶兒包包還沒有 但是我有L 到現在還沒有嗎 我有L 沒有人問妳LV 小奶兒包包我沒有 不想要一個 還好耶 OK 妳認為正常的女生幾歲 應該有第一個小奶兒皮包 如果自己賺錢的話 差不多23歲吧 23歲就要有了 很... 如果她本身就是23歲 對 開始有存錢的 然後熱愛名牌 一定要買不可的 對 所以孫玉瑛妳幾歲 有第一個小奶兒皮包 12歲吧 12歲 是小奶兒書包嗎 她的基本款 她那時候出一個小的大概這樣子 就飛在這邊 短短的 多少錢 不知道 誰買給妳的 爸爸 所以她買給妳的時候有跟妳講說 孫玉瑛這個是香奶兒囉 那時候我好像知道那個牌子 就知道它是一個貴的東西 爸爸買了它就是貴... 媽媽帶的貴東西 對 可是因為我跟我姐姐一人一個人 她都是...都買兩個 因為我跟我姐姐這樣 她是小小的 所以也滿可愛的 12歲開始有香奶兒包包 還有什麼 就什麼東西都是12歲開始有的嗎 幾乎 不會12歲就有跑車吧 沒有 沒有 香奶兒包包還有什麼 妳說幾乎就是像... 就是一些有牌子的 就是名牌的鞋子啊什麼的 可是我認識一些 跟妳同... 同輩分的人的長輩 他們覺得12歲就有... 擁有香奶兒皮包 算很特別的事情耶 就是有的爸爸 你爸爸並不一定會在12歲 才12歲就買給他 很貴的 可能我爸爸比較... 他可能覺得... 好像通常他接觸到什麼 他覺得很適合女兒 容易他都會買給女兒 就是很疼愛妳們 對 所以妳們只要要什麼 妳爸爸幾乎都是會給妳的 是嗎 幾乎只要開得了口 他能辦到的他都給 那妳以後... 妳會...也是讓妳小孩就是... 要什麼就會立刻給他嗎 沒有耶 就是... 因為長輩都會疼 可是我就會... 他們還算很乖 就是我跟他們講說 出去每次買一樣東西就好了 因為... 我怕他們會養成習慣 覺得說什麼都可以買得到 什麼都可以買 然後就覺得東西不是很... 很...很重要的感覺 對 他們兩個現在多大啊 一個四歲... 一個兩歲半 結婚五年小孩四歲 所以... 結婚一年就生小孩了 結婚馬上就... 就有小孩了 妳會像妳爸爸一樣 訓練小孩喝酒嗎 再大一點吧 妳爸爸是幾歲訓練妳喝酒的 十... 好像十一歲十二 就是我很小的時候就喝酒 家裡就有酒 然後... 然後就... 小朋友可以喝 可是不是酗酒的那種喝 只是說可能吃飯的時候 喝一點好酒 因為我們會去吃法國菜或什麼菜 他就會喝一點... 然後覺得說女孩子會懂得喝酒 可以保護自己滿好的 就不要隨便被人家灌醉 對 以前我們吃飯 我爺爺會叫我們喝酒 我們都喝高粱 就是他我就一起吃飯 然後爺爺就會這樣 喝一口高粱我們就喝 他就喜歡看我... 妳家是想馬家庭啊 高粱 他就喜歡看小孩子鬥出那種 你知道被酒碰到 然後很噁心的表情 然後大人就會很高興地拍手 這保護不了你 這樣一出去又不會有男人灌你高粱 有啊 以前去落軍就有啊 就是苦了你啊 因為你過過什麼生活 孫媛媛品酒大測驗 變成品酒拳大對決 好 剪刀 石頭 布 石 十五 十 十 五 一 我覺得 海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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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來了 他就喜歡看小孩的鬥術那種 你知道被酒碰到 然後很噁心的表現 然後大人就會很高興地拍手 這保護不了你 這樣一出去又不會有男人灌你高粱 有啊 以前去烙軍就有啊 這是苦了你啊 那你過過什麼生活 你大概 你爸爸訓練也喝酒的喝什麼酒 紅酒 白酒 就是什麼酒都喝 OK 沒有高粱 沒有喝過高粱 沒有喝威士忌 就是後來長大一點 都會喝到各... 你酒量好嗎 很好 不會醉 很少 你醉了會怎麼樣 不能講 哪一型... 哪一型會變得很廢話連篇 會脫衣服 真的會脫衣服啊 真的會脫衣服啊 可是...沒有啦 不是... 不會哭吧 不會 是開心型的嗎 會亂親男生 不會 好 不知道朋友啦 他喝醉會怎麼樣 好像沒有真的很誇張 因為只有喝醉已經吃過 他會很開心 可能一直笑啊什麼的 還好 因為我很少很少喝醉 真的很少 很少人能把你灌醉 很少 好 我們把酒拿上來 請孫雲雲小姐品嘗 孫雲雲品酒大測驗 猜猜哪杯酒最昂貴 我喝一杯 嗯 我們喝到最後都覺得... 一樣是不是 這味道到我喉嚨裡面都忘記了 是嗎 我平常清早這兩杯比較像水 真的啊 有比較淡一點 不夠濃嗎 這個比較濃一點 我不會看... 你不要趁機喝光喔 不是給你酗酒用的 是喝哪一個最貴是不是 對 我覺得他喝比你有儀態 你一副想灌光然後... 沒有 我覺得... 他喝得好好... 好消氣 他比較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 這兩杯是不是像水 我覺得三杯都好苦喔 好強喔 太成熟了吧 這味道 拜託你們兩個... 中間的好一點啊 不夠甜啊 你們覺得不夠甜嗎 中間... 就是... 就是不是... 我帶給你一次機會 哪一杯最貴 對 如果我覺得最好喝的 一定通常都是比較便宜的東西 因為我很喜歡喝便宜貨 所以...這個吧 所以妳覺得右邊的最... 因為這個東西我真的覺得很成熟 我跟你講大人最愛喝 又難喝又貴的東西 可是... 可是... 孫芸覺得中間這個比較有... 可是... 好 先看吧 所以兩個人就開始發酒吧 五十十五來一把 我很慢嗎 我也很慢 沒關係 真的嗎 會酒拳嗎 五十十五誰不會 台灣人都馬會好不好 真的 這個真的很棒 不然我給妳來一拳 來一盤五十十五好了 好 剪刀 石頭 布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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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 你... 我覺得... 我真的覺得... 衝啦... 什麼... 輸了就會熱了 輸了乾杯 乾了... 沒有卡箱 海帶學妳會不會 不會 海帶學我教她啦好不好 反正就有三種海帶 就這樣 海帶... 然後還有海帶 然後還有一個是前面的海帶 剪刀的時候... 布 好 預備 起 海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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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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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配合得很好 對啊 是不是不夠... 沒有 我不可以組團了 對 我前面還有一個後面 然後就是妳知道牽手 佛刀什麼 是不夠快嗎 我發現我們的步驟也都一樣 對啊 怎麼樣可以把她打敗 就是要... 你要抓出她的那個海帶的走法 OK 所以她真的有... 她拆久前就有天分了 她就是屬於那種 會出其不易亂出的人 可是... 因為我...不是真的 我現在五十十五就很慢很慢 所以通常就... 人家也不知道我要出什麼 其實我自己也不太清楚 所以每次亂出就... 就是亂喊 我也是屬於很慢的人 對... 但我跟妳玩一選海帶 我不要 太重要了 跟我玩一下嘛 我必須要揭曉甄 因為妳... 管她的在玩一選在揭嘛 我看人在這裡 妳玩什麼海帶圈 我看人在這裡 好... 怎麼玩 就是猜拳然後贏的人 就先喊海帶 然後有三種 而且我跟你講 你在比海帶的時候 你要有那種感覺 我不要 我就是要很僵硬的 好... 好 講到時候 不 還有一二三 海帶呀 海帶 那這樣... 這樣我贏啦 你贏啦 因為你跟我弄... 你弄到我贏 好無聊喔 一點知性的承認都沒有 做人也不需要隨時知性吧 我跟你講 你真的要佩服孫雲耶 因為你剛剛講這個最貴對不對 我們現在揭曉 你講的最貴就是一千萬 然後你們兩個都比較 不認同的這一個呢 是五百塊 你看孫雲對啦 他選的是五千塊 真的有... 家庭訓練有差耶 怎麼喝得出來呢 其實我可能蒙到了吧 因為我覺得那個酒 比較有酒的味道 真的... 第一杯真的... 你要不要喝喝看啊 我... 我全部都會皺眉頭 好久喔這樣 你又不喝酒 然後玩海帶拳那麼僵硬還... 世上哪有這種海帶啊 有點太僵硬了 我朋友每次帶了特殊年份的酒 來給我喝 然後我就沒有反應 我就好苦喔 然後他們就說好... 給他來一個1975年的可口可喝 這樣 我都浪費... 我都浪費酒 所以我沒有臉參加你們這種 我最喜歡喝民國87年的牛奶 你會拉兔子 這整個味道還滿重的 所以瑞瑞看起來沒有煩惱對不對 對 我覺得她人生感覺很樂觀 有沒有煩惱... 有沒有煩惱說微風廣場賺不賺錢 或者是... 什麼... 我覺得... 因為目前還...還不錯 所以妳沒有什麼煩惱 煩惱可能就是... 就是弄小朋友啦 什麼那些... 一些媽媽的事情吧 25歲應該也一點都不怕 年紀的事情嘛 25歲是精華期耶 女兒的精華期 妳根本沒有在擔心什麼 妳沒有在做任何防老的事吧 目前還沒有 可是我不喜歡人家說什麼 妳虛歲什麼啊 27 因為今年我26 人家說什麼虛歲 我說這年頭哪有算 誰跟你算虛歲 拜託 一歲有什麼好翻臉的啊 這... 妳幹嘛算虛歲啊 我今天就是25歲 少跟我扯那虛歲的東西 妳應該快30了吧 沒有 我那天才去報名健身房那個 上課的課程 然後她就說妳幾歲 我說我25 她說那是68年次的 我說我67 她說那妳應該是26歲啊 我說我6月才生日 OK 6月以前我都是25歲 那她就乖乖舔25嗎 對啊 她就學67年次然後25 6月現在也只有一個多月而已啊 一個多月也是日子啊 我到6有馬上就要在康熙 來宣布妳26歲 那我就可以接受 但妳不能在5月的時候說我26歲 所以就很靠近30了 還好啦 我覺得... 不會覺得還好耶 還有4年耶 我不要30 我知道年紀我不怕 我只是要... 不要跟我胡鬧 該幾歲就幾歲 不能冤枉我 妳到30可能就沒辦法這麼豁達了 妳就要裝妳28之類的 可是她... 我覺得妳焦慮應該 她對人生已經通通完成任務啊 就是丈夫... 小孩... 事業... 對 妳會不會覺得 一切都那麼早都已經圓滿了 那會不會擔心接下來呢 就繼續維持啊 就繼續維持幸福的生活 妳從來都沒有失控尖叫過嗎 好像沒有耶 因為妳感覺... 從來沒有耶 妳感覺EQ還滿高的耶 從來沒有 真的嗎 從來沒有 她不是一個亂發脾氣的人 她不會站在微風廣場的大廳 她會讓中間大叫說我受過妳 妳很想做這件事喔 所以她一直都是一個情緒 非常穩定的原因 對 因為我覺得妳碰到事情 妳去...妳應該去解決 通常... 妳上一次哭是什麼時候 我...就是沒有什麼大事 讓我哭的 真的喔 OK 我覺得因為我碰到事情 妳不解決妳真的哭 妳能解決問題嗎 妳怕什麼 我怕...我怕鱷魚 我覺得... 我覺得妳人生中很難遇到鱷魚吧 我今天才看到一個報導令 我好害怕喔 所以有一個女明星 她是從什麼路易斯安娜州 來的還怎麼樣 她就說在這邊那 她就要教大家 如果妳遇到鱷魚的話呢 妳要跑S型 她說因為鱷魚不會轉彎 然後我看完說 不好意思 問妳是誰會遇到鱷魚 對啊 OK 所以妳也不要她跑 我想她認為她會 不然是什麼好怕 所以如果你遇到鱷魚的話 妳就跑S型 就是這樣跑嗎 對 因為她只會... 妳知道這件事 誰會遇到鱷魚啊 回風國場會有鱷魚嗎 不是 我很害怕 我不知道 因為我小時候也有去過 就是小時候去泰國 然後就是那種鱷魚場 然後就全部都是鱷魚 我就覺得很恐怖 有小的有中的有大的 到處都是 所以妳今天來上節目 真的有點刀槍不入 我覺得她的人生很完整 又很幸福 那對比於許希莉小姐 我當然為妳感到十分的操心就是 為什麼我人生很好啊 我有什麼好值得妳操心的 真的嗎 真的 妳將來會順利的生下寶寶 然後好好幫她洗澡 然後不要... 我覺得就算沒有也沒關係啊 我覺得每個人人生都有不同的 真的喔 對 我覺得沒差啦 OK 所以妳不會想過去掐她一下 我會想說自己吃安眠藥熟睡 然後不要去面對你去 妳今天是很難得的 對完美的女來賓沒有下毒手 對啊 因為我覺得她的人生還沒翻另一個節目 而且我覺得她樂觀跟積極的態度面對是很好的 嗯哼 所以有的人就是上天很眷顧她 所以過了一個很可愛的人生 希望妳持續快樂下去囉 謝謝 謝謝 謝謝